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 OPPO的Superwork 80瓦双口氮化家的一个充电器 上一期测试视频我们把它的性能都测试出来 说白了这一个充电器就是为了它滤厂自家的设备 还有支持PPS或者支持UFCS融合快充协议的设备来使用的 这对于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的话 这个充电器不是很友好 大家选择的时候需要深重一点 还没有看测试视频的 在咱们主页去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测试部分的视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我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OPPO的80瓦的淡化家双口充电器 还有这一根非主流的C2C的数据线 首先拆解的话 我们从这一根非主流的线材开始 这一根线材我刚刚已经做了拉力测试 大家看一下这个拉力测试的过程 这是第一次拉力测试 大家看这个仪表的读数 直接把外皮拉破了 它还没有断 我们再来进行第二次 同样的指示 把外皮拉破了 线材还没有断 第三次我已经留得非常的紧了 看这一次会不会把外皮拉破 这一次58公斤的力把它拉断了 但是还留有两根线 这些原装的线材做工是非常好的 这种塑料的线能够抗58公斤的拉力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根非主流线材的拉力测试 大家觉得还满意吗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全部拆开 给大家看一下内部有没有芯片 外部的保护钢套 内部还打有白胶 还有打上去的钢硬信息 这颗就是内部的一颗E-Marker芯片 我们剥开线材的外皮 这是第一层屏蔽网 这是第二层屏蔽网 这个是铝箔的屏蔽层 一共有四股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 这一根裸露的线为GNDD线 也就是负极线 这四根线为USB2.0的数据线 这两根红色的为正极线 线芯全部都是杜希同丝 而且每根线芯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这就是这一根非主流OPPO原装 CC线内部的E-Marker芯片 4E型号4TK 厂家来自成立于1998年 一家专注于提供多元且具竞争力的产品 及完整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的公司 台湾利奇科技 这是一颗符合最新USB-C和PD标准 可编程E-Marker控制器芯片 内部包含完整的C型接口收发器 和RP及RD电阻 可完成C型接口的连接和方向检测 内部集成的USB-BMC电力传输协议物理层 可容许最高100瓦的电力传输和角色交换 其中PD部分可全面支持 符合PD3.0接口的规范 这就是我拆解开的这一根OPPO原装的CC线 内部所有的用料 大家觉得这根线材做工怎么样 你们说了算各位老铁们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OPPO的双口的80瓦充电器 它的本体进行一个拆解 大家都知道啊 这些原装的充电器做工是非常好的 你想要直接把它撬开的话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啊 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 这个切得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我们可以看到225插头 一红一黑的两根导线连接到内部的主板上面 内部也是一样的 大量的填充了散热的硅胶 像这种好的充电器啊 内部都是实打实的用料 所以说它的重量也是非常够的 我们用钳子把内部的模块给它拔出来 很轻松的就拉出来了啊 这就是内部主板的样子啊 背后这里不是金属的散热片啊 它是一个塑料的 拆解充电器有出电的风险 大家看一下这些电解电容 都是高压的400伏的电解电容啊 这里都是有高压电的 打一下非常的疼啊 再三的强调啊 不要模仿我们拆解这些充电器 同时初次级的隔离也是靠这个塑料片啊 底部一样的有白色的散热硅胶打在上面 我们把这个胶清理一下 这是清理出来的一堆白色的硅胶 散热用的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个充电器的主板 后面我把它全部打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内部的电路 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我们下期的您 att你跟您一起找到 一堆白色的电背 我们下期的原因 轻易烤吗 是 понял 还 对 我 我 评 找我 评 这个OPPO双口80瓦单滑加充电器 我已经全部拆解开 这一个是主板 这两个是电流输出的小板 它内部的电路架构为传统的QR反击开关电源 加次级同步整流输出 再加协议芯片控制降压输出的方案 整个电路板的整体布局的话是紧凑型的 散热填充是很到位的白色的散热硅胶 我现在就是从220V输出端到直流的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器的电路架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首先是这个充电器的EMI电路部分 输出端一颗棕色的微型保险丝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一家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保护元件的公司 东莞贝特电子 这个保险是贝特932系列慢熔断束缝保险丝 规格是2.5A耐压250V 一颗绿色415D9的康浪勇热敏电阻 用来防止插着浪勇电流损坏充电器 厂家未知 公模电杆用来滤除220V交流电内部的EMI杂波 底部有塑料支架固定 外部套有热手管进行保护 这是一颗抑制电源电池干扰的安规X2电容 来自成立于1986年 一家在金属薄膜电容器制造业波浮盛名的台湾凯利电子 规格是0.1微法 耐压275V 属于凯利电子金属化聚明锡 抑制干扰用固定电容器 负责将220V交流电整成迈动直流电的整流桥 4E型号TBM610 来自成立于1996年 一家专业生产各类功率半导体基建的公司 重庆平尾电子 这个整流桥的规格是6A耐压1000V 这一颗也是起了滤波作用的一个工资插膜电感 内部工资磁心 用气泡线的同时进行脑制 外部有热锁管套助进行保护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三颗 来自成立于2006年 一家专业从事各种电容器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 深圳新中原电子 三个电容的规格分别是 27微法两颗 18微法一颗 耐压都是400V 分别是新中原 KM和HM系列的耐高温和标准电解电容 同时这里还有一颗小的电解电容 厂家来自成立于1985年 国内一家老牌电容器厂家 湖南的爱华电子 规格是100V 10微法 属于爱华电子NB系列 小型化电解电容 电流经过EMI电路 进入开关电源的主控电路 这个OPPO80瓦单化夹充电器 主控芯片 和这个同步整流芯片 看这个适应规则 应该是来自 犀利节半导体的产品 这个是主控芯片 适应是AAGMGEA 次级同步整流控制芯片的适应T6GCB 关于这两颗芯片的资料 我查了几天都没有查到 这一颗主控芯片的封装为SOP9 这个倒是跟安森美的NCP1342的主控 非常的像 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 采用的是克隆方案吧 有知道这一组芯片方案资料的铁脸们 评论区留言 我看一看 谢谢大家 这一颗是开关电源的主开关管 4E型号70DA350B 来自成立于2015年 一家致力于第三代半导体 硅基氮化加气垫研发与制造的企业 深圳英诺赛科 这是一颗硅基增强型氮化加开关管 规格是 耐压700V 内部的导主350毫欧 最大漏极电流10A 这一颗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初次级的黑色的隔离罩 跟这个变压器的壳底 它为一体的 这四个银角为变压器的初级银角 然后这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银角 用于信号隔离和反馈控制 确保输出稳定 并保护低压控制电路 不受高压影响的光电偶合器 4E型号1009X 来自成立于1975年全球领先的光电源基建制造商 台湾光宝集团 这款光宝属于光宝科技 LTV10XX系列光电偶尽 用于抑制高频供膜噪声 减少EMI干扰 提升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蓝色安硅Y电容 两颗 来自成立于1965年台湾第一家生产 台欧磁电容的厂商 台湾的成功电子 两颗电容规格都是330批法 赖压500伏 次级同步整流芯片 控制开关管 进行同步整流输出 开关管的4E型号 055N10ESL 跟整流桥一样 来自重庆的平纬电子 规格是赖压100伏 内部导主4毫欧 最大漏极电流100安 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两颗 来自成立于2011年 一家专注于导电高分子 女电解电容器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 深圳百瑞凯电子 这两个电容的规格是 820微法 赖压25V 属于百瑞凯RQ系列 高可高性 赖高温 插件式固态电容 这充电器的直流输出电路 由一颗协议芯片 控制一路降压电路 两个充电口输出的模式 降压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的滤波 各采用一颗MLCC陶瓷电容 这里一颗 这边有一颗 这一个则是充电器的降压电感 跟供膜电感一样 底部也有塑料的支架进行固定 内部磁性为黑色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降压电动的降压控制器芯片 4E型号 SC8103 来自成立于2015年 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 上海蓝芯半导体 这是一款具有双路输出的 同步降压转换器 支持4.6-36V宽电压输入 类自两颗MOS管 具有横流模式并提供两路输出电流限制 用户可以通过配置独立的电流检测电阻 实现高精度的输出电流限制 具有限损补偿功能 拥有全面的异常保护功能 使其能够在异常状态解除之后 自动恢复工作 充电器的协议输出控制芯片 4E型号IP2738U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销售的公司 深圳应急性科技 这是一颗支持多接口的USB协议芯片 支持双口18-140W快充应用 支持USB PD3.1 28V EPR档位 支持UFCS融合快充 并且支持丰富全面的快充协议 内部集成了双路独立可编程的电压电流 环路控制和双路低端电流检测 支持限顺补偿 类似丰富的保护功能确保使用安全 两个充电口输出滤波 采用一颗MLCC电容 再加一颗固态电容来进行滤波 其中这一颗固态电容 厂家也是来自深圳百瑞凯电子 规格是220V法 耐压25V 属于百瑞凯RN系列小尺寸 DESR高纹波电流 插件式固态电容 这两颗为两个充电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它们的型号都是一样的 它们的4E型号都是 D40N03H 也是来自重庆平尾电子的NMOS开关管产品 规格是赖压30V 内部导主6毫欧 最大漏机电流40A 两颗R2005贴边电阻 为两个充电口的输出电流采样电阻 这是充电器的两个USB连接器 一个Type-C口一个A口 内部的舌片都是光滑细腻 而且没有毛刺 Type-C口背面有厂家的钢硬信息 USB-A口被这个塑料壳子进行保护 上面有厂家的私信信息 充电器的前盖壳底上面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是充电器PCB背面的一个塑料散热板 这上面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的主壳底内部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OPPO80瓦单化夹双口充电器 经过测试和拆解 内部的元器件 全国产一线品牌的用料 PCB做工 电路布局 脱脱的搭厂的风格 毕竟私有协议出身 照顾不了所有的品牌的兼容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毕竟现在国产手机各家品牌 都是私有协议各自伟大的现状 我们作为消费者 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家说对不对 喜欢我视频的 喜欢咱们这个频道的老铁门 记得把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 点点订阅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各位老铁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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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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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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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